和处男趴趴趴这些好处竟然没有人知道 男欢女爱从利益的一种出发的话 找一个处男是最幸福的 那么为什么要找处男呢? 找处男的好处有哪些? 现如今到处都是讲处女 可是有人关注过处男吗? 处男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 洁白无瑕 和他们相处 不用担心他们将你和过去的什么什么人相比 关于处男的一种调查中 37%的人认为处男是很纯洁的 27%的人认为处男比较有责任心 认为处男生理有问题的仅占了4% 对于处男的第一次 26%的一种网友 认为就应该找那种性经验丰富的一种熟女 74%的人认为就应该找同样四四位生的一种处女 对于和处男啪啪啪的一种快感 74%的一种网友认为处男完全可以带给女人幸福 26%的觉得不可能 大部分的人用纯洁和有责任心来形容处男 而在历史上 男人向来不被要求性贞洁 处男之称是在追求两性平等 在现代社会里面 女性的一种解放和独立得到空前的发展 性快乐对男人和女人都变得特别的重要 面对处男 投身爱情海的一种妹子们 就是各有各的一种感受了 没有绝对的一种标准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处男的一种莽撞和无知 有可能给女性带来心里的一种阴影 影响婚后女性对性生活的一种态度 所以即将尝试性生活的一种处男的话 也要懂得基本的一种礼仪和知识了 处男的第一次啪啪啪要注意哪些呢 第一点就是保持清醒 第一次需要很多注意的地方 因为要保持了头脑的清醒 喝一杯葡萄酒壮胆是可以的 不过尽量别喝太醉了 第二点就是做足前夕 有些人会着急的进入正体 忘了前夕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前夕会帮助双方放松 并要分享这一次经历更加的兴奋 蕴滑液会帮助减轻疼痛 并且让双方的感觉会更加的美好 特别是第一次的时候 第三点就是简单就好 记住啊 期望值呢不应该太高 因为呢没有必要玩那些花色的一种知识 来给你的伴侣留下深刻的一种印象 就用最简单而舒服的一种知识 留出更多的精力来建立感情 第四点就是没强调高潮 第一次呢要考虑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就不要再加上高潮了 因为把注意力呢放在享受心爱带来的一种感觉上 很多人的第一次啊并不是享受 而糟糕的第一次也并不意味着以后都不会好 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感谢观看